你跟着安安也不会吃亏的 安安这个人 王辉都看得上他 他说他从来都不亏待人家的 而且他又很爱你的 你看他的礼山上受了多少的罪 你看见了吗 你要是回去你不心痛他吗 你还回去干什么呢 慢慢的学嘛 你就在那里待着 叫安安给你找一个清洁工也可以呀 洗碗也可以呀 你不要打响你那个念头要回家 你回家去死定了 你知道吗 姐姐你说的对 我这边刚才一抓眼他就不见了 然后那个妮妮姐又看 又去找阿伯母 又看到阿伯母不在 然后叫我来去找一下 没想到他跑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来了 然后我现在找到 安安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安安 因为你是一个大男孩子 我也从你带王辉那个身边 我都一直看你们的直播 我就看你们的视频 我也看得出来你是很喜欢阿伯母的 阿伯母他内心来说 他感觉就是拖累了你 那又是只要出来了 有什么拖累了你 一个大男人 我在哪里找一个清洁工啊 找一个洗碗的工 都可以呀 不要文化 不要水平的都可以呀 我们都现在五十多了 我们就在一只就在外面 我在外面都跑了 接近快二十年了 我们一家人就在外面 对姐姐你说的对 我现在找到他了 我跟他说一下嘛 好吧 你叫我跟他 我跟他劝劝他 我跟他说一下 你不要 你说他他都听不进去 感觉那一种的 人家很多打字 他都听不进去 看不不看公平的 是不是嘛 安安 对阿伯莫 你看这个姐姐这么好 你看这个姐姐都这么相信你 还有 你要听姐姐的话 知道吧 你要想 你要是回去 你知道 你回去你干什么 你的农村里面待去 跑地呀 就总一点庄家 三天两头的 你家里面 你的弟弟和你的妈妈 给你一道理打 你受罪好一点吗 对阿伯莫 你看这个姐姐 不要回家 你不要打想你那个念头 我就看见了 安安是好喜欢你的 好爱你的 你跟着安安也不会吃亏的 安安这个人 王辉都看得上他 他说他从来都不亏待人家的 而且他又很爱你的 你看他在你山上 受了多少的罪 你看见了吗 你要是回去 你不心痛他吗 今年打一次 去年打一次 我们真的网友都看见很苦 很伤心很伤心 现在他 被他 那个舅舅 又把他揍了 打了 现在他那个糖果 又找到他那个公司里面去了 我就看见你们些女孩子 自己都感觉一点没有除息 那一种的 老师就感觉自卑 没有用 你出来久了就有用 我们都是女孩子过来的 我们都是女人 女人 我老公身体还不好 我一直就在外面闯草 一直就在外面打工 我们都是 还是在外面 我们一个月有留钱多一个月 也不要文化的 也不要有技术的 你关注我一下好不好 你关注我的 你有的时间 你那边不行的话 我可以在 我们这边 我把定位发给你 你到时间 我可以给你找活干 我们团传这个厂 来的都是厂 什么厂都有 好 那姐姐 我关注你了 你不要老师都要回家 我就看见你 感觉就是自己笨 老师就是待在农村里面 农村里面 你想一下 你到后半生 你跟着那个独眼龙拿点好 那个脾气 老师都是和那个八加一 揍都要不然你揍死 你就回去嘛 你回去你后妈 直接心里都把你送跟她了 交跟她了 她把你关注我的打 你回去哪一点好 对 知道吧 你看就连姐姐都知道 你回去的话会受到什么罪 你为什么这样呢 你说你这边不会做 咱们可以试着做几天 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可以再换工作吗 是吧 你不 你什么事情 你就要跟安安商量 你不要 感觉老师就是拖累了安安 安姐并且是一个好人 我是很早很早都看关注了他们的 还是去年他跟王辉开车当助理 你要么你都联系阿梅嘛 你跟阿梅说了 叫他给你找一点活干嘛 自己出来 他哪里找不了活干了 哪里都找得了活干 你不要回家 对对对 姐姐啊 我这边的话 那我就 我带阿梅去公司了 因为 莉莉姐 担心阿梅去哪里了 我就带她回去了 好吧 你看这里很多的打电话 你到浙江来 打工 很多的 我们浙江这里面 很多很多的人 我跟你讲 你不要老师 就是回家 你直接现在 安安 你要有心 喜欢阿梅摩的 你直接跟他表白 你都爱他一辈子 你那么他不上班 你都可以养他 你要他回去干什么 他回去 你又担心 你又舍不得他 直接现在 你都是爱他 喜欢他 就跟他表白 都是啊 不要藏着掖着的嘛 是不是 妈妈来嘛 姐姐啊 姐姐 那我这边就带阿梅摩 我先过去了嘛 后面来 你带他过去嘛 带他过去 你带他劝住一下 不要回去 你带你们的 那个电话号码 把那个阿梅摩 那个电话号码 直接跟他翻掉 从他买一个 卡装的手机里面 你看他手机 老是 他老是联系家里面人 家里面的人 压力跟他 死得很大很大 对对 好的 你不要让他回去 听了没有 阿梅摩 你要听话 听了没有 你不要让那些 粉丝们担心你 你回去的话 你都是死路一条了 你到时间你都出不来了 你后半生 你才二十多岁的人 你回去的话 你后半生都完蛋了 你跟他安安 肯定后面是过好 过上好生活的 安安这个人是我们看定了的 谢谢 谢谢哥哥姐姐们 你们的看好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你们放心 你有那个阿梅的联系方式没有啊 有的 有的 你做那个阿五摩那个私信 他关注我的 走私信 罚跟我一下 我昨天晚上看到他 那个堂哥又直接信的 又找到他公司里面去了 他真的 那个阿梅 是真的打得好惨啊 今年在他家里面 被他舅舅把他打得小死了 去年被他叔叔把他打得小死 你们大娘三的女孩子 怎么那么笨分啊 我不知道抱帽子叔叔吗 他一个个都那么笨 姐姐啊 我这边的话先挂了 我然后跟阿五摩好好地公图一下 然后带他回去见一下 你姐姐 然后实在是做不了的话 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好吧 姐姐 你到时间呢 你那边边干不了的话 你跟我发信心 我们这边 我给你找到会儿了 你直接过来 我们租的房子在外面 好的 那姐姐先这样啊 嗯 好了好了 你好好的爱阿五摩 听到没有 不要让他回去 嗯 好的 这就感觉拖累了你 麻烦了你 好的 嗯 不是 喂 啊 谁打电话呀 我爸爸 你爸爸 嗯 我 我在外面呢 叫你妈 阿五摩爸爸 给阿五摩打电话了 我跟我一个朋友 你足迹很好吗 我足迹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在这边上班很好 然后这边老板的老板 有一个那个姐姐 对我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这边过得很好的 是你爸爸 嗯 我的很好 我 我打算你就是过得 过得很好 然后我们又外面打工了 现在 还没后见 家里的事你不要打算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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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这个 这个 家里的事情你 你不要当心 家里 我们家 家里的事哈 你那边 鼓励很好 我就 我就放心了 但是爸爸 那小妈不是在那里 说的是 她那边闹得很凶吗 哦 但是你 你 你 这个事情的话 也是让你很温暖呀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还 我还不如去回家了呢 对我 我现在 外面打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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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的时候 我和爸爸 我妈 但是你这样子 你这些 生活不够呀 现在阿富莫爸爸 再给阿富莫打电话 咱们先把帐上点一下 然后 咱们不要 其义相信上面的人 你看阿富莫爸爸 他在打电话上面 写着阿富莫爸爸 这个人 肯定是 不怀好心的 咱们就 不要其义相信任何人 你们就认嘴 阿富莫 就行了 好吧 是因为我 惹了这些事情 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 怎么说 我 我都不知道 怎么说呢 我知道你 你也是对我好 你也是 知道是你 女儿过得好 你就觉得怎么 家人们 你们要不要提阿富莫爸爸说话 你们要提的说话的话 我就把手机拿过去 让你们听阿富莫爸爸说 你们要不要提 要提的 咕咕咕咕咕 爸爸我在这里的话 过得很好 这边 我那个朋友 就是他叫阿 然后 他对我也特别好 然后在这边 老板 那个他也叫 莉莉姐 然后他对我 特别特别好 他给我 还给我住的地方 还给我买了衣服 要提是吧 特别感谢他们上 嗯 好 哎 反正你放心吧 我在这里的话 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 家里面的事情 家里面就是 呃 害怕就是那边 毒瘤了呀 就是我卫户夫 找你们麻烦 这几天有没有 我那个 呃 卫户夫 有没有找你麻烦呀 有没有跟你打电话呀 没无情 没无情 我们 他他有打 给我打个电话 我打电话 我后把你发现 我把死你就发现 知道吧 但是爸爸 我觉得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政治理念也很差 然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 以后我 我能挣了钱的话 这个财力气味 我给就行了 然后你把那个事情解决 呃 能解决又解决 解决不了的话 后面 如果解决不了 我回来就可以了 发现 我妈妈有 我妈妈有 我喝喝拔的这个事情 我喝拔的 你发现吧 因为被够的后话 我就 我就会发现了 呃 见的那次 我喝拔的 你就发现 我 我过十几天 我妈也要回家了 我接了 见的那次 你就发现我 嗯 嗯 那就如果 如果家里面有什么 家里面 你们说怎么 让我跟 阿吴莫爸爸说 是不是 那那 让我跟阿吴莫爸爸说话 说的 够比较可以 不是 没挂吧 挂了呀 没挂 还没挂 爸爸 还没挂 好的 爸爸那个 那我跟叔叔 安哥要跟你说几句话 我跟叔叔说 你要不要跟他聊 嗯 我跟叔叔 哎 叔叔你好 哦 你好 晚上好 啊 叔叔 你还在外面是吧 嗯 哦 我在现在的外面 啊 叔叔 啊 这边的话 阿吴莫的话 你们 就不要担心了 阿吴莫现在过得很好的 还有 我们这个老板 也对阿吴莫 呃 跟我都特别的好 我们这个老板 是一个大好人 昨天还带着阿吴莫去 超市挂街了 还给阿吴莫买了 很漂亮的一套衣服呢 哦 很感谢 很感谢 对 这个老板真的很好 然后的话 叔叔 你就不要担心了 现在阿吴莫 我们两个在一起 然后工作啊 吃猪啊 这些的话 你就不要操心 好吧 我会照顾好阿吴莫的 有什么事的话 有什么事的话 你要及时跟我们联系 家里面的事情 家里面的事情的话 呃 你们呃 今天去报 好吧 呃 你们放心吧 今年死前我喝吧 呃 你们那边 股票 股票很好 我就 我觉得特别感谢你们了 不是叔叔 呃 呃 阿吴莫一直在呃 为你们着想 为你们顾虑 所以说 他一直都在这边 很担心 家里面会呃 发生什么事 然后的话 他又害怕呃 年龄里面 所以一直都想着 要是家里面 这个事情 要是办不了 办不好的话 他都想回来 嫁给那个人 他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叔叔 你们 你们那边 你们那边就 机快 机快的 把这个事情办了 叔叔 你也知道 你看 你的女儿 阿吴莫 现在才二十来岁 又年轻 又漂亮的 呃 要是嫁给这个 独眼龙的话 你也知道 阿吴莫这辈子 就 不幸福了 不快乐了 麻烦你 你和 你和我 我的大女儿说 呃 家里面的事情 你不要担心 我和他 他们 阿吴莫 他们也知道的 我 我们家里面的事情 不说了 我们家 一家 我们 家处 都是我和他 我这个 我自己的家 我自己 我自己 和把他 他们没担心 他说 放心吧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我反省 将你的事情 我和把 十几天 那时候 我们要和你了 放心吧 好的 乱叔叔 乱叔叔 你们在外面 要注意安全 阿吴莫的话 你就不要担心了 有我在 我会 我会照顾好他的 谢谢你们关心 感谢 好的 你还要不要跟阿吴莫说几句呢 要对一下 对阿吴莫 好 对 家人们 是吧 他爸爸确实一个很好的人 然后 阿吴莫的话 家人们 你们也放心 我不会让阿吴莫 回去的 你们也知道 阿吴莫要是他回去的话 这后面的日子 我们都能想得到 对不对 都不敢想象 会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所以说战友们 你们放心 谢谢你们的关心 还有阿吴莫这边 刚才他不知一说 不说一说的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边就很担心 就出来找他了 现在的话 我跟阿吴莫说几句 然后确他一下 让他好好回去工作 要是实在是做不了什么的 我们就可以换地方吗 对吧 虽然 对不起 妮妮姐的 但是我们先尝试着做嘛 对不对 先做个几天 毕竟人家 妮妮姐都对我们这么好 还有 要是去别的地方 别的工厂 或者是什么的 不一定 老板 对我们这么好嘛 是吧 阿吴莫对吧 你要是去别的地方的话 有些老板 一看到你就想骂你 做的不好 就想骂你 不可能会带你去买衣服 不可能 这样那样的 知道吧 所以妮妮姐是多好的一个人 家里面你们说 妮妮姐好不好 妮妮姐好的话 做不了 我感觉我 我学也学不会 今天学了一天 我连他们一个都不如 不是慢慢来了 慢慢来了 我哪有 哪有 就是 什么都会的吗 如果你有话 你在这里上 我去帮庄就可以了 去找附近地方 不是阿吴莫 这个帮庄的话 你看现在天气又这么热 很容易住手 还有对了 你说你帮庄 上一次你不是在 呃 庄厂里面上巴的吗 上巴着 然后又遇到了 家里面 你们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家里面 你们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看过的 过不了 可以 就是有一次阿吴莫 在外面上巴 在呃 庄厂里面上巴吗 帮庄 就是说帮庄 他在那里上巴 然后天气又热 然后那边上着上着 又去倒了 然后又去医院了 你们都知道是吧 他现在还想着 去那种地方上巴 你们说 他去那种地方上巴 你们说行不行啊 能行吗 不行是不是啊 你看家人们都不愿意 不统一让你去那个地方上巴 你怎么还想着 去那个地方上巴呢 但是我觉得 我在这里一直学不会 要 妈妈来的吗 没有一个人是 一生下来什么都会的 是吧家人们 对不对 要妈妈学 呃 你们相信阿乌莫能学好吗 相信的 过必须要打个山 相信好不好 你们相信阿乌莫 阿乌莫能学好学好吗 对 大家都要有自信 知道吧 但是 人家跟自己 评议 大家跟什么 都对我 你看这么多人都相信你 你怎么就不相信自己呢 家门那就 我在这边再试一下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然后我是鼓励自己能可以的 但是就是学不会 这样就是 我想的是又拖了莉莉姐 然后安哥这点又不然的话 其他我没有什么 我就是学不会 我是个傻子一样 什么都学不会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其他的话没什么 我会我会努力再去学 好好去努力再学一下 如果这还是学不会的话 我只能去办庄了 没办法了 慢慢来是吧 就能不能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学得会了 就是害怕的是这点 一直学不会 哪有那么快是吧 我知道 没有我过去 家门就是我 自己觉得自己 就是什么都学不会 才这样子的家门 我其他没有什么 就是学不会害怕 就今天学了也学没有学会 就是 他没有 社会有的 还是没有 是没有 又是 要是 我 我 走 走阿吴木 不要想太多了 你跟莉莉姐在等我们呢 那去 什么样啊 走阿吴木 你越去拼多多了 你这个都是什么 不是啊 你看咱们什么事情 都得妈妈来了嘛 对吧 你要相信自己 是吧 这样吗 妈妈学 要相信自己 你看这么多人 都相信你能做得好 你现在该来 然后不是意 知道吗 妈妈的你就失意了 妈妈的你就知道了 所以 阿文墨 咱们 走些回去 你说 你多 你多 家人们对不对 要相信自己是吧 咱们咱们先把张张 张张点上来 然后我这边 带阿文墨回去上班 你们说行不行 他他就是没有自信啊 他就是害怕自己做不好 我今天看到他做的那些事情 做的也挺好的呀 但是他就害怕 没有自信 就害怕 就害怕他自己会做不好 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这么想的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做的挺好的 做的很好的 就只有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家人们 今天我看了他做的这些事情 我看了都挺好的 就他自己在这里 觉得自己又做不好 这边不好感觉 这边不好感觉 那边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很可以了 我们先带他过去嘛 先带他回去 然后你姐也担心 担心着呢 好不好 家人们 行不行 最有感一点 好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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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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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姐还在上面等 等着你呢 要自信一点 好吧 好 这样 我现在带他过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脏脏点起来 脏脏点到五万 好不好 先把脏脏点到五万 哦 我担心死你了 阿布莫 你看你一声不说的 就直接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我以为你要去上厕所或者什么的 没想到你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这样吗 阿布莫 你看这全是这么大 很容易迷路的 知道吧 迷路了 那就找不到了 最主要的就是害怕你家里面 后面那个毒眼罗 他们要是找到你的话 就更麻烦了 知道吧 所以说啊 咱们以后就不要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去玩 去吧 好不好 阿布莫 来 叫你们 给我给我扣个一啊 给我给我给我扣个一 对 走这边 那边 现在关门 这边关门了吗 给我给我扣个一 这菇丝是挺大的 你看 家人们 这菇丝确实非常大 这个是吃饭的地方 对 这个是 尼尼姐这个是 鱼菇吃饭的地方 家人们 那这边是鱼菇吃饭的地方 尼尼姐这个菇丝做得非常大 现在 吃饭的地方已经光明了 从这边还要拐进去 好多个菜的 家人们 你们不知道 吃饭的时候生活特别的好 这里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菜 这一排全部都是菜 将近有20个菜左右 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都可以 对 另一节说了 先让他做一些 倾诉一点的事 然后干净一点的事情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也可以让他到 这边食堂 这边来帮忙什么的 尼尼姐确实真的 因为毕竟对不对 食堂这边的话 也比较窄一点 也比较累一点 所以说 想让阿富莫在比较干净一点的环境 你上巴 所以一直都 让他在这边上巴的 要不然的话 他尼尼姐说了 实在是做不了了什么的都可以 反正尼尼姐说 他这边 场的话 你想做什么 他都可以找得到 阿富莫 我跟家人们说一下 家人们都特别担心你了 让家人们 你们把 帮我都劝劝一下 都安慰一下 都鼓励一下 妈妈 你是吧 我能学得会吗 没主见 不是没有主见 就是学不过家嘛 就觉得自己很笨 自己什么都学不会 不回去也要去帮庄 什么等等之类 在我觉得在那边的话 就不需要什么认识 不需要什么 是不是 我知道这个丽丽姐 对我也特别特别好 她对我 就是如果 去别的地方上班的话 也不可能会这样子 也不可能别人会 对我那样子 对我那么好 但是 我如果 什么都学不会的话 就感觉 自己很自卑 然后自己什么都学不会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连累人家了 是不是 连累他妈了 是不是 这样吧 你们觉得 是不是 一直觉得学不会的话 一直觉得学不会的话 只是什么都学 就是 笨死了 别人 那边的同事 同事能学得过很多 就是我是学不会 笨死了 我就是学不会 不管我是个什么 真的我自己是个 随手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些时候 我没资格在这里上班 你一夜开始 等于直播也不会 就是前面的时候 也是直播的时候 什么都不会的 但是后面 后面就忘了 学会了 一开始 确实 什么都不会的 说过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 你妈没有告诉你 装导人要说对不起 帮助 没有 没有 的 第一 这 我 感谢观看